欢迎您回来亚太商情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金立峰正确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再次欢迎您Dicky 我们来关注到下一个焦点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9月议席会议之后 首次是进行了公开演讲 就称美国央行有能力来实现2%的通胀目标 而即将在10月开启的缩表措施 也将会确保市场保持平稳 耶伦于9月26日出席国家商业经济学联合会活动时 发表演说 称美国长期实际中性利率已经降低 这可能解释了通胀水平持续走低的现象 但美联储有能力实现2%的通胀目标 同时即将开启的缩表行动 也不会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耶伦认为目前来看 实际中性利率已经下降至接近于零 在这种情况下 对联邦基金利率的渐进式调整是有必要的 这意味着加息过快有可能打压经济增长 过慢有可能带来就业市场过热金融风险加剧 而货币政策到结果之间存在着滞后性 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经济时局 和长期实际中性利率的变化 做出事实调整 实现物价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 耶伦这一言论被市场理解为重点偏向加息不能过慢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价格显示 耶伦讲话后市场预期美联储在今年12月进行加息的概率上升5个百分点至76.4% 尼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DK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美国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 还是比较偏向复苏偏好的 再加上他现在这个失业率其实是非常之低 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通胀目标依然没有达到2% 所以我估计也会像这个耶伦一样 比较的头疼比较的困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对于昨天这个耶伦的这个演讲之后 你认为他的演讲是偏歌派还是偏鹰派 也没太大问题也没太大分别了 因为如果他不连任的话呢 信价的任期也不太长 当然呢从言论当中呢 还是维持他过去就是习惯的给市场的一种感觉 就是耶伦呢跟这个白能可也是有像类似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从这个货币政策的管理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大的意料之外的这个情况的 一般来讲呢就是给市场一个很大的信心 因为每一次他做了一些的预测啊 或者是说了一些事情啊 或者是啊未来这个雷马区别局要做什么呢等等呢 基本上在未来几个月就看得到 所以呢就是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就是没有意料之外的一些这个事情出来 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很不一样的 我告诉你 当然呢在现在来讲 雷马区别局之前就是公开市场会员会 除了就是剪开了这个说表的这个工作以外呢 也说明了年底还是有一次的上调利率的这个空间 也预测了在未来三年 这个加息的这个这个次数啊 虽然没有实践表 不过次数已经讲了长期的目标的利率多小 当然是不是能没有信心就是把这个通胀就是管理好 在这个2%的这个水平呢 从现在的角度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还是好 不过现在呢这个经济跟很多年前或者是金融海销之前已经有一些不同 最主要就是当然我们看通胀的数据很喜欢就是把扣锤这个能源啊食品的一些比较波动的数字来分析 或者是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两个因素来分析 不过现在美国的情况是不论你加这个食品和能源或者是你不加这个数据 通胀还是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了这样子的管理的目标 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从现在的经济的角度来看 美国也不存在就是把利率大幅相调的这个空间跟这个需要的 因为通胀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水平 虽然我们看到哦这是美国的国富债券的受益率 啊在比一年之前已经平均来讲从三个月到三十年平均啊 就是增加了百分之大概就是五十六十个点子 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对美国的加息的这个预期 不过呢这个通胀还是没有就是跟随上来 啊现在如果说其中一个数据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是美国的抗通胀的债券 这是Tips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现在呢这个十年期的这个回报率呢 相对于国富债券 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十年期的债券 这个收益率呢 相差呢这个距离呢 差不多都是历史上最大的 所以呢就是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利率啊跟随有一个上调 就是国富债券的收益率上调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通胀还是维持一个非常低的这个水平 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还是认为 如果从美国现在的经济的角度 看一看这是特朗普了 如果呢这个减税的方案真的就通过了 特别是就是下调了这个富有的人 或者是企业的税行之后 他们是不是真的走出来消费呢 这个还是要看 不过我觉得这个成效应该是有 不过呢好像都不算太大 您看在现在这个一步步的加息的过程当中 市场普遍是认为说循序渐进 按部就班的会好一些 所以在每一次这种一加息就只加 这个25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 慢加息的情况之下 其实DK你觉得能不能很好地发挥 一个美联储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的 一个作用和影响呢 这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当市场早已经 刚才提到了 已经预期了 这个联邦局被举 10月份要做什么 10月份会做什么 基本上两三个月之前 我们也已经预计得到了 所以呢这是没有就是surprise 没有一个意料之外的这个情况 当然同样子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的影响力呢 这没有过去那么大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的 因为呢联邦局被举 也不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啊 也不需要这美国人要害怕它啊 只要管理好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这个通胀 维持稳定的增长 还有就是美国的经济 同样子维持稳定的增长 所以呢如果说从经济的角度 这是奥巴马过去八年到现在 特朗普是很非常幸运 非常好运的一个总统 在就是前人建立了那么多的 这个就是工作之后 他的就是作强其成了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美国的经济 问题也不算太大的 也就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短短的说这个美元接下来走势 你就会变弱还是有可能会开始走强 应该有机会就是慢慢反弹了 因为呢经过了超过八个月的 这是偏软的涨值的情况 当这个美国真的施压 实施真的要把这个说表 跟这个加息要做好的时候 美元也不可能存在太大幅度的 偏软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天 这个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呢 也有轻微的这个向下调整 这个也是反映了美元反弹的 确实已经开始 好 谢谢DK的分析 不客气 好 那我们今天的亚代商情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黄德基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多资讯请浏览万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上辉